说实话 这篇稿子在讲的时候 我自己的信心就不是最足的 反正经历了嘛 我觉得第一次来脱口秀大会 能够进第二轮 我觉得也还好 接下来要上场的 那是在突围赛 用效忠带累的脱口秀 打动了观众的 伟大爷掌声有请 好的 大家好 我是伟大爷 哎呀 我有一个女儿 但是我现在发现 我女儿不是很快乐 在她刚刚两岁的时候 就有朋友推荐我 让我给我孩子抱什么早教班 里面有一项是 教会孩子背圆周率 两岁啊 孩子还没有派大呢 还有什么游泳课 让爸妈陪着一两岁的孩子 学游泳 半年过去了 孩子没学会 我现在游得可快了 这我就想啊 爸妈跟在旁边 孩子学游泳 孩子怎么可能会学会啊 没听说过那句话吗 父母在不远游 我更不能理解的是 现在还有什么情商课 三四岁的孩子就可以上 两万多块钱 老实说啊 这个就是从小培养孩子 成为射牛 社交达人 不做社恐 你就想想你生活中 有没有这样的射牛朋友啊 我脑子里只想起了一个人 徐志胜 老实就在这说呢 你想到了没有啊 你的女儿长大之后 就是她的样子 我不想让我的孩子 去上这些课 不是因为钱啊 不全是啊 我想让我的孩子 有一个快乐的童年 真的 我跟我老婆就一商量 决定在今年暑假 把我的孩子 送回到我的老家去 让他接受最朴素的教育 我的老家在北方的一个小县城 我的童年就是在那儿过的 我小时候非常简单 非常快乐 我每天 就是特别简单 就是跟我姐姐她们一起 跳皮筋 一头拴树上 一头拴我身上 她们一跳 跳一天啊 我每天过着 两点一线的生活 后来丢沙包 沙包里面放的都是玉米粒啊 我姐她们拿沙包丢我 打在身上 可疼了 但是这个游戏 特别促进孩子的成长发育 我不到五岁 就开始换牙了 就是你的家乡 会给你很多的惊喜 我在上海迪士尼 排了两次队 没有给我女儿买到的林纳贝尔 我在老家赶集的时候 买到了 买熊大熊二 送林纳贝尔 回去之后 我孩子第一次在院子里 看到了鹅 我非常的喜欢 我妈一看孩子喜欢鹅 当天晚上就把鹅给炖了 鹅到死都没有想明白 吓唬相处的不是很愉快吗 真的 我爸妈知道孩子喜欢这种小动物 第二天就说带我们去县城的动物园去逛一逛 我之前也没有去过 新开的 我说行去吧 然后我买票的时候就发现 就是动物园的门票 只需要十块钱 我说十块钱的动物园门票 我不会在里面看到狗吧 进去之后 发现我还是想多了 狗都没有 你们逛过家禽市场吗 这就是里面任何一个动物 我妈都会炖 然后我孩子想进动物园 想看老虎 老虎没有 想看大象 大象没有 想看狮子 狮子没有 真的 我妈给她的解释 你也想象不到 我妈给孩子的解释是说 啊 想看老虎啊 哈哈 老虎 它灭绝了 狮子灭绝了 大象灭绝了 我说妈 你比大自然可残酷多了啊 这么一会儿灭绝仨了 我说妈 咱耐心一点啊 咱得配合孩子 不能这么吓唬孩子 我妈学得也很快 过了一会儿 孩子想看长颈鹿 我妈就说 啊 想看长颈鹿啊 长颈鹿啊 它吃树叶去了 我孩子就问 奶奶 那我们为什么不吃树叶呢 谁说的呀 奶奶小时候也吃过树叶 啊 那现在我为什么没见到你们吃过呢 啊 你想看吗 想看一会儿我让你爸吃给你看 我赶紧把孩子拉过来了 我说想看长颈鹿是吗 我告诉你孩子 长颈鹿 长颈鹿它灭绝了 我说别聊了 再聊一会儿你爸也灭绝了 我孩子现在比之前开心多了 真的有人就问我 说伟大爷 你把孩子送回老家 每天这么玩 你不怕你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吗 说实话啊 怕 但是我更怕我的孩子 不记得这个起跑线 我就跟我孩子说 家乡才是你真正的起跑线 我跟他说完之后 我孩子也真记住了 现在别人问他 你老家哪的 他都会说 我是河北起跑线的 谢谢大家 我是伟大爷 谢谢美大爷 三 二 一 请锁票 是你挑的庞博Rock 对 出于一种什么思想感情呢 同龄人吧 就是我弹卷还是庞博 庞博是年龄最大的 就我都比庞博小 就是我们想 还有Rock 我们想四个同龄人 四个80后在一起打一打吧 就是这样想的 还有这一层 感觉特别温馨 特别像听完了一个知心姐姐的故事 然后就是挺温情的 因为其实很多段子非常巧妙 我觉得那个编的挺好的 真的挺好的 然后只是因为他的声音和他的状态吧 特温暖你知道吧 不够那样 因为这边全是那西山逛水的 那个就是歪了歪曲的吧 就那样容易刺激 您这样就特别舒适 也是一风格 对对对 我觉得前面挺好笑的呀 对呀 好多个梗 没来得及拍 我就想是后面一起拍 还有就是那个 那个两万块钱的那个情商课 对 它是只收小孩吗 还是 我觉得我挺需要的 只收小孩 哦 只收小孩啊 对对对 那怎么成年人来不及了什么的 您要花两万去上那个课 智商也得 再交点钱 就是您家的灭绝师太 实在太厉害了 跟什么都说灭绝 都灭绝了 灭绝师太太太行 我妈是去图园的 题材挺好的 就是我之前在选稿子的时候 提前我们真有担心 因为在拓绝大会的舞台上 讲孩子的人比较少 而且很多观众都太年轻 大家可能对于孩子教育这块 没有什么共鸣 对 但是就是我觉得我是这个年纪了 我有这样的一个环境 我觉得得有一个人来讲这些东西 就是可以让我们 让更多的家长可以来看这个节目 我觉得还挺好的 跟刚才小顾是一样的 就是在比赛和表达之间 更倾向于选择的表达 把想说的说的 对 挺好 哇 真是 有勇气 有勇气 谢谢 那我们谢谢伟大爷 获得了两个拍灯 四票 进入等候区 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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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